嗨 大家好,早安,我是李士 現在我人呢,在 新店的某個角落 今天來台北呢,特別找 選手級的來上課 因為其實3月5號有一個比賽叫做 什麼大屯山啊 好像符輪杯吧,還是什麼杯 反正就是大屯山,3月5號 想說當一個開季的 強心針 定心丸 對 聽說路線是 巴拉卡公路 然後一路騎到大屯山 我沒騎過 所以就找 在地利頭蛇 然後也有報名的 就是我們 新店奧特曼 希望他超人式的 這個帶領呢 我可以看到車尾燈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吃早餐的英姿 果然很大隻啊 恐怖恐怖 好 好 那我們要準備吃早餐吧 GO 欸 河濱守燈 河濱處女秀 終於訂身為河濱咖了 今天的特別嘉賓就是我們的新店奧特曼 先帶我來當一下河濱咖 他說這個 假日三保很多 有小孩子的話,這個地方太適合小朋友了 沒有車 還在那邊放風箏 騎三輪車 舒服 等一下我們要走去巴拉卡 等一下我們走河濱 但是我們就把社子島這段偷懶掉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直接 我們直接到淡水之後 就是走 就是北形中的巴拉卡 了解 雖然我都聽不懂 反正跟著走對了 台北有很多路線我要去解鎖 像巴拉卡就其實是 就算我沒有參加大屯三 這個挑戰賽 我也會找直接來解鎖 因為聽說真的還不錯 好像很美對不對 很美 而且很涼快 二十分鐘 好 那就繼續 出發 GOGO 大家好 我是平鎮奧特曼 你可以叫我李氏 哈哈,先來個奧特曼Style 可以到新店奧特曼的YT看看喔 非常可愛的開場方式 今天這個局其實真的蠻熱血臨時的 前一天晚上鼓起勇氣思緒選手 嘿,亭威,在忙嗎? 威優比2022伏輪杯大屯山KON 我稍微看了一下路線 最關鍵的就是巴拉卡10公里爬坡啦 希望哥倫布超人亭威選手可以帶我探路探路 沒想到新店奧特曼也很爽快的答應 跟他騎車是一定期待又100%受傷害 就拿台灣車友戰鬥力指標西晶無理來嘴的話 李亭威的最佳成績是 國家級的實力啊 年僅21歲的他 期許他可以在各大賽場上獲得好成績 未來挑戰世界為國爭光喔 現在我們的選手在解放 輕量化 衛生紙 我們選手在輕量化的同時 呢還可以跟我們要衛生紙 哇 只能用買的啦 哎呀 這位小姐 可榮性衛生紙啊 10塊 我們選手遇到麻煩了 他在輕量化的同時呢 竟然沒有衛生紙 完蛋了 看怎麼辦 用水壺 其實這樣第一次騎這河濱還不錯耶 蠻有趣的耶 剛剛聽他們說 河濱有人騎河濱大滿貫 河濱王 聽說啦 繞完整個河濱啊 要8個小時耶 騎乘時間喔 嗯 蠻特別的挑戰 這個企劃呢 我相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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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Z2練到飽啊 哇 8小時 只是我發現騎河濱啊 也蠻危險的 對啊蠻多怪咖的耶 歪的頭騎的啦 左搖蛇型的啦 邊騎邊揮手的啦 所以這個河濱大滿貫 說真的危險度啊 比魚老大滿貫 我覺得高很多倍 真的怪人太多了 你曉得我經歷了什麼 好啦還是不要問好了 我用三指的力量 他裡面要準備肥皂 給你把手洗乾淨 沒有衛生紙 沒帶零錢 救不了我們奧特曼 所以奧特曼使出他的金手指 他剛才說用三隻 不是兩隻 加藤銀教的是兩隻 但是他用三隻 就解決他這個問題 太棒了 今天呢我是不會跟奧特曼握手的 哈哈哈哈 他剛剛好像沒有跟我講用哪隻手 那這樣我們現在去 巴拉卡公路大約還要多久 大約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差不多 那我們就繼續力兔 一小時 今天奧特曼說要力兔特訓 看看力兔的奧特曼 在巴拉卡上面 如何的飛翔 力兔搞不好有250W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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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到人有 好 你頭你在這裡沒人摔到 哎唷 障礙賽 技術挑戰賽 好,這裡要,走這裡 哇,台北河濱自行車道 比我想像中大非常多耶 真的讓我讚嘆不已 可以在裡面繞這麼大 而且風景還不錯耶 還是因為我是外地人 才有這種新鮮、舒服的感覺啊 不過真的要有人帶路就是了 真的有個複雜 這樣讓我誰知道要騎去哪 又沒路標 台北人真的強啊 左邊這位帥哥 聽廷威說是一位國家級跆拳道教練 怎麼今天都跟國寶級人物騎車啊 真的是怕爆啦 今天是平日 其實等一下騎完車,我還要去拜訪客戶呢 背負家庭責任 又要自律的訓練 這就是業餘選手的訓練日常啊 也因為10點半以前要收工 今天就不騎北海岸啦 專門北上解鎖 巴拉卡探路探路 來 巴拉卡路段上數據模式 今年3月5號舉辦的大屯山KOM 最後爬坡路段大約9公里 平均坡度5-6% 屬於有集團效應的高速坡 考驗各位的心肺功能是否正常 聽廷威說這段期25分左右就會獲得大拇指 屬於哥 今天要先到的時候 到我們兩個族泡麵啊 機車啦,可以講話 我要花吊雞了 我沒帶錢了,幹 我很好騎耶,很爽耶 到時候比賽,自從漁人碼頭出發 沿著北海岸道山芝 101北新路接巴拉卡 5-6% 這個時候,選手終於受不了我的歸宿啦 來自哥倫布車隊,新店奧特曼 年輕人 滿滿的小宇宙 羨慕啊 隨便一帶就是這麼有power 歐爾 目前應該有騎一半了吧 撐住撐住 那有多久 8分鐘左右 歐 歐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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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國家機器 輕輕鬆鬆 讓身為小市民的我 一強 必命 貼性的奧特曼 降速培騎 太感動了 離終點大約還有 2公里附近 看見這個拱門 基本上就要抓到底囉 哈哈 不過已經跟奧特曼有點聊開了 就這樣 順順到山頂吧 OK 抵達 大屯山 第二停車場 喔 也是虐產的 整路 FTP 開上來 感謝 奧特曼 帶路招呼 這裡嗎 對就這裡 喔 你看他這個往後就這裡 我還要去爬嗎 感謝 新店奧特曼 降速培騎 沒有降速啊 用力耶 有嗎 還可以跟我講策略喔 什麼誰會在那邊跑啊 幹嘛的媽的 我都沒時間反應了 我的細胞告訴我 用力踩 不要想太多 太強了 不愧是選手啊 我們小視頻還是看他們表演就好了 如果從這裡衝上去就不一定 因為現在也不知道他終點到底當什麼樣子 大屯二號停車場 對有一點的比賽從這裡衝上去 欸真的耶這個路線很讚耶 就是 一路都沒有給你停腳的機會很爽 欸這練踩他很爽耶 就是他沒有那種特抖坡 對練你的那種迴轉爬坡啦 而且這種是那種集團輪起來 應該會真的快很多 對啊 這個前面如果五六個 你就一直躲著 哇那很快耶 讚 這個路線 真的超棒 很喜歡 由於我跟奧特曼中午都有事情 有時間上的壓力 所以就沒有騎上去傳說中的 助航站 之後 再找時間解鎖吧 讓我看看 下課了 下課了 今天要帶你我十號 對 我十號 今天要不要希望你去問這個 溫暖的小窩 可以做飯器 然後做最後的嘴沸 OK 我們又來到了 新天奧特曼的家 為什麼路上都沒有畫面呢 因為剛好我的GoPro電池已經沒電了 然後我的備用電池又放在車上 所以 OK 喜歡走啦 那我等下廷威要去幸福 他說他要出去玩 我要去上班 可愛的兄妹 今天這樣子騎也騎了三小時多 莫名其妙 三小時多就這樣騎完 蠻開心的 可以跟選手級的一起騎車 他沒有嫌我慢就好 太棒了 李氏最讚啦 他很快喔 男生還是不太快 男生要持久一點 我們只是一個小小市民 但是呢 可以跟這種 有專業化訓練的選手一起騎車 別有一番風味 而且廷威蠻有趣的 非常親民 沒有那種高冷的感覺 3月5號會有這個大豚三的比賽 那這個比賽呢 就是 敲響 2022的 第一槌 希望2022呢 從這場比賽開始 往後都可以平安順利 然後都可以陸續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 然後大家都可以健康快樂 騎車交朋友 今天就是以上 行電奧特曼 也可以叫他李廷威 帶我騎一波巴拉卡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麼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我的FV粉專 以及IG 還有我的抖音 也可以追蹤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3月5號有比賽的各位要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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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號有附在這邊 9月5號有比賽的翻訌